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陶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朝去教 18号 这张照片这是8964当时天安门的照片 天安门这张照片拍的应该是从人大纪念堂拍摄过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那直接拍下来 拍成就拍成的场面是这么个场面 看起来是了 那这张照片从哪来呢 程晓农何清莲女士的先生 当时赵紫阳年代的提改委的 发改委是提改委的这个智长 所以他是顶层中央一级顶层智囊 是个很有名的学者 人很善良 很真实 很善良 年龄大概 年龄应该比我大 所以他经历过很多故事 经历过这样的传说的故事 结果他就近期在 这是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 然后他认为呢 风星叫什么 血星雨夜 国将大变 他基本上这个主题是这么个主题 他讲这个主题呢 也同样是讲述了现在的整个关于习近平的留言 在有关这个就是上网证 对不对 上网证的时候 我当时节目中跟朋友提醒过 我这将回到1979年之前 76年之前 就是我小叔叔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们在北京城的故事 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小道消息 北京城流行小道消息 所以北京他这里面讲的 程晓龙先生就同样对比了 他说应该是盛行小道消息 那为什么上网证出现会有小道消息 因为人不敢上网 对吧 因为可以毫不错位的 你在桂林 你在杨硕 我都可以牛脸就抓到 我在北京 你只要骂习近平是包子 我就可以抓了 有篇报道说 有一个人在四年前吧 有篇骂习近平的什么话 给抓了 这人给抓住了 抓住然后判多少 关了15天吧大概是 昨天是前天的一个消息 基本上是这故事 那这故事就封杀所有的言论 对不对 当封杀所有的言论的时候 我跟你讲 谣言就会出现巨大作用 有些朋友去论证谣言对错 涛哥跟你说 你太嫩了 就是太嫩了 第一个 第二个 读书读傻了 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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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2年前 涛哥讲的 涛哥讲这话 就是根据当时 他的背景环境 就是北京的那个环境 涛哥从那长大了 经历了各种谣言风味 所以有过经历的 有过生命经历悦力的人 他就知道这东西 这东西其实是真 那程晓农也同样就从这个角度上 去对比了今天的北京 对比了习近平跟毛泽东 那对比习近平跟毛泽东的 他的概念本身就是 他说当年 就是在北京盛传这种 胡冲的小道消息 他说谁传出来 其实都是官二代传出来 中共上层的这些年轻人 那些官二代 他们之间的 谁家跟张家跟李家 李家跟王家 王家跟何家 就这么搅在一起 他听他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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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为什么传呢 因为当年的毛泽东 谁都不信 只信身边的女人 他谁都不信 对不对 然后就营造了四人帮的概念 就是文革整个背景故事的环境 那被打 被他们这样的折腾的人 打的都是反弹 所以习近平 有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这个班子 就像当年的江青 四人帮 张春桥 姚文元 很类似 那真正体制内干活的 比如说国务院的一大帮人 全都恨他 那现在剩下这些遗老遗孀们 也恨他们 那些遗老遗孀们年龄都大 那那些儿子跟孙子们 现在正是就是得压抽不得压抽的麻烦的阶段 他对比之前 他赚不着钱了 他没有那么大势力 他必须忌讳习近平的存在 所以程晓农先生就在他的文 这篇文章不长 文字当中就做了这种对比 他说你一定要明白 各种谣言一定是中南海里面上层的某些人 故意传出来 那这种传出来的 只有他们传播才会有信任度 也就是说第一手传出来的人 第二手接单的人 第三手传播的人 他上下这条线有他的信任度 也就是习近平出状况 有了他一定的信任度 那捆杂着 就捆绑着人们对他的愤恨 希望他倒台 因为共产党这个体制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 没有信心让他倒台 不太可能 所以就希望当官的完蛋 就这些人完蛋 所以他就讲述了整个这个背景故事 但这个背景故事呢 他说其实当年毛泽东 知道自己完蛋之后 肯定是血腥政变 所以他就曾经预言过 但毛泽东也没有任何办法 结果就出现了 毛泽东一死出现了两次政变 当年出现了推翻四人帮 对不对 四人帮是习近平的 是这个当时毛泽东的亲戚 毛泽东的铁杆 两年之后 那邓小平捆绑陈云 又把华国锋给政变了 所以邓小平两次 第一次政变不是邓小平 是汪东兴跟李先念 第二次政变是邓小平跟陈云 那原因就是 在这个华国锋起来之后是个弱主 那他的弱主的话 就会需要人去扶植 在扶植的过程中 那透过文革被打的老 这些老派的人当中 最后一转出来 邓小平德高望重 在他们圈里头 德高望重 那时候传八大家俗 那怎么去按资排辈排了半天呢 邓小平的资辈排的钱 就这样子 那习近平现在没有 你看除了习近平之外 你已经被他打散了 很多人没 邦邦派派都打散了 到了胡耀邦那时候 本身就是个弱主 胡耀邦本身就是弱主 那温家宝那是个书生 跟布林那个 那不是干活的 干活的就是魂不拎的 真的是那才能干事情 所以他这里又提到说呢 是怪罪习近平下手太狠 得罪了所有的人 那他认为必出乱象 就中国不久必出乱象 原因就是习近平不是做一个弱主 如果像胡锦涛是个弱主的话 他不至于出现这么残酷的场面 所以程晓农先生认为呢 有可能比较残酷 文章不太长了 但他列举的内容背景 基本上就这么个背景 国疆大变 兴风邪雨 习倒下 动荡将至 这就是他 明确就这么说了 这个说法就对很多人是很刺激 所以他就提到说 京城流言不断 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1975年 毛泽东将死之前 所以1975年毛泽东死是1976年 1976年年初 1月7号 周恩来死 8月份就这个时候 朱泽死 然后9月份 毛泽东死 所以这里面他提到说 流言飞骑 与北京的高干子弟直接相关 他们有内部消息 半真半假 老百姓都会相 天油加速 老百姓肯定相信 因为他们的背景 他们背景的原因 然后他就提到说 现在与当年 毛泽东1975年 是死前一模一样 那所以当时的京城 有一本书叫 《红都女皇》 写的是江青 那写江青就乱七八糟了 就得跟黄宗洛乱来 跟刘海素 跟这个赵丹 两个男人 三个男人一块睡他 然后他就如何如何 然后讲述了江青 是如何诱惑男人 毛泽东怎么去 看见他就起不来身了 拔不起腿了 就大概就这些 那这些在 在北京城流传的时候呢 那是杀头的 那是会被判刑的 那时候有死刑 所以但他就依然在疯传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什么流言的 这个哪个是真的假的 什么听床师 听你个大头鬼 什么听床 他是这么来的 没有基本的历史呢 只能说你无知 真的 然后程晓农就讲述了 他为什么这段感触呢 他说从安徽出差到桂林 从杨树到桂林的船上 是初冬的时候 没有什么人 他只有他两个游客 他们两个游客 他跟另外一个人 没有问那个人是谁 大家不互通姓名 他说那个人呢 北京的 碰见这个陌生的人 然后一吐为快 因为晚上也没事 所以他说两人说了一宿 那是在枯水期 说了一宿 互不问姓名 但是讲的都是北京的故事 所以他就提到说 他现在听到的 就跟当年说法是一模一样 所以涛哥在跟他讲述说 这是涛哥的生活经历 所以他自己讲述说 他不是北京成的 但是呢 他这个关心不稳 民心不稳 上个世纪的政治传言 口口相传 借助互联网 地球之大 无所谓 都成地球村了 所以他说如果习近平是 胡锦涛弱主之位的话 其实没事 因为弱主 弃位而逃 就没事了 现在是习近平大权独揽 一旦发病 叫威压群臣 一旦发病 后果无人可料 国将大变 这个局势就这么局势 所以 程晓农先生也认为 他应该是病 不是什么政变 那个谈不上 毛泽东死前料到国将大变 所以他说会出现 叫腥风雨雪 发生两次 所以现在看来 现在看来是完全完全一样 是来自于程晓农先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